你还老公车 你有病吧 还我老公 你还我老公 放手说开 你有病啊 你来了 老公 咱俩他想不想我呀 走咱俩回家看看去 走 谁是你老公啊 咱俩那是我俩的家 你怎么还跟我生气呢 老公 对了 我听说你前两天买彩票中奖了 这小车都换成新的了 是 上个月中的 上个月 咱俩离婚才半年不动 你上个月中的 你故意瞒我呢 你 够多少钱呀 也就几百万吧 几百万呢 这钱你可以分我一半啊 我是孩子的亲嘛 我十个月还一个孩子 是我生下来的亲生骨肉 要不让我这样家人家给儿子接走 你还还得分你一半 你离婚的时候 那亲我咋不说分你一半呢 现在你相信你的孩子吗 我告诉你啊 这孩子你带不得 舍不得呀 那复婚呢 不过提前得说好啊 复婚以后钱得我管 你够了 当初孩子哭成那样 我跪着 求你说咱俩别离婚 你不孩儿童也不会 跟你男闺蜜走了吗 你想过我吗 你想过孩子吗 我告诉你啊 姜涛心里还有我 你看他今天穿这衣服 都是我最钱给他买的 今天这行李箱我也收拾好了 我就想踏踏实实跟他过日子 你赶紧识相点 我告诉你 我不说话不代表我没有态度 刘畅 咱们都是女人 拍拍自己良心问问你自己 是不是问心无愧 你是不是行得正钻的值 江苍从来都没有挣过财票 这些钱全都是他自己赚来的 我现在很爱我的戏子 当初你李考虔的时间 是我最贫穷最落魄的时候 也是在那个时候 他不仅没有嫌疑我穷 也没嫌疑我离婚带孩子 是他给了我勇气和信心 让我有信心都参在一起 当初你头也不回地离开我的事 你就应该知道 你再也回不来了 盘点全往那些三观不正的臭婊子 你昨天晚上为什么突然跟我说分手 我说分手了 你还来找我干什么 我说你现在为什么对我这么冷漠 可不都是败你所思考 我干什么了呀 你干什么你自己心灌不气的时候 昨天晚上你送他去医院 为什么一晚上都没回来 他自己一个人在医院 没有人照顾他 他是骨折了还是腿断了 他自己不能去吗 况且就已经感冒至于让你陪他一晚上 就因为我送他去医院 你跟我提分手 你至于吗 对 不至于 不至于你去和他过 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不是没跟你打个话 刚开始还能想两天 后来直直关机了 你师父耽误你俩好事了 我跟他又没发生什么 你就不能大多一点吗 让我大多一点 你就差把绿帽子扣在我头上了 他就是一个你刚认识没几天的朋友 基于亲密到连吃饭都拥抱一下 你觉得这是正常吗 哪有你说的那么暧昧 我和他单纯就是朋友关系 你要是不相信我也没有办法 这要不算暧昧的话 你告诉我什么算暧昧 我手机在这你随便翻 你要觉得哪里暧昧你告诉我 我和你说我多少遍和他保持距离 你听了吗 我为什么要跟他保持距离啊 不是你是不是觉得 被他在手里都感觉特别好 你要想和他在一起的话 就趁早在一起 别碍我的眼 我和他什么又没发生 你在这整着阴阳怪气干什么 我阴阳怪气 你站在我的角度想一下 我的女朋友成天和别的男的在一起 什么事都和他奔向 有事没事找他照顾你 你让我怎么想 你那么忙又没有时间陪我 况且他只是一个跟我相处很好的朋友 你那么计较干什么呀 你现在从我计较的时候 两个人要不先冷静一下 我们再聊一下吧 这种事放在谁身上谁能忍受得了 这两年我对他怎么样 他自己心里清楚 他想要买什么东西 我从来没慌过 可就是因为我忙 他就能找另一个人替代我吗 我说我和他什么事都没有他就是不信 他作为朋友他生病了 我去照顾他一下不是很正常吗 我对他到底哪里不好 我以为我努力工作 我俩的日子就会越过越好 可结果呢 我月月都把工资给了 跟我换来的事 他就差把人领到我面前 说这才是他男朋友 我为了他什么都不舍得换 这手机我用了两年 我卡了不行我都没换 可他被我想过吗 他总跟我说他多么辛苦 今天就是他没有时间陪我 我就是找了个知性朋友 经常在一起玩罢了 他干嘛那么小题大做呀 两位还有什么想对对方说的吗 就让我不跟他联系了 我们别分手了好不好 真的以为我是因为这件事 才会跟你分手 不然呢我都知道我错了 你原谅我吧 你给我解释一下 这段语言什么意思 晚上你还是别回去吧 留下来陪我吧 这样子太好了 你哪儿弄来的 那天我就在约会 对不起我知道我错了 原谅我吧好不好 咱们一起去吃饭 我给你夹菜你从来不吃 你吃他给你吃 我劝你少喝点 你选择听他的 而从来不理会我说什么 那时候我就知道 咱们俩继续下去 没有任何意义 你可以有意义 但你和他之间 从来不知道什么叫分从 那不叫起名 叫越界 咱们俩分手 你身后的晚风 是否看过同样风景 你敢背着我找其他女的 你个渣娘 够了 我们已经分手三年了 西西 你想要的一切都会有的 等我一段时间 等你 花花菜都凉了 我要身材有身材 要模样有模样 追我的人 从城南排到城北 等你 你有什么资格让我等啊 乞丐和公主 是不可能在一起的 是不是我没钱 连看你一眼都有罪啊 我把我的一切都给了你 他来有什么给你了 我有钱 你有吗 这个东西没经过吧 三半瓶的房子 没住过吧 这些东西是你一辈子也买不起的 你凭什么跟我争 你女朋友真不错 看我没理想着回忆 明明就不喜欢 西西 我求求你再给我一次机会 我以后打三分光 给你买你喜欢的伊波波波 你的心事太多 我们在做过 明明就在你的温柔 那是在磨练你的 要不然 你怎么会有今天的成功 那我可太感谢你了 谢谢你当初无情的抛弃 让我有了现在的成就 谢谢你的离开 让我遇到了属于我的公主 你以为他真喜欢你啊 还不是为了你的钱 我现在不一样了 我转了一圈 发现还是你最好 我知道珍惜了 我发誓 我一定会一直陪着你的 你觉得 我遇到他的时候 他处在被你伤害的阴影中 无法自拔 他整日戒酒消愁 嘴里含着你的名字 请问那时候 你在哪儿 你在燕野生哥 有点颜色 是他 陪我熬过了所有的 是他让我知道 原来爱情是可以少想的 你的确教会了我成长 但是成长的方式 你是不是我的 你像千万万万一样 就绝不到 你有事解释 坐人家车干啥 不是 没法解决赵哥 他一直追我来 人家快就给我杀了 你看 有心慌了 最好我就跑去 没想象你这不负责的渣男 我不给你留空间 配位不行 勾我也不行 那你要我干什么 那你不能追一半 不追了呀 我怎么知道追到哪是一半 你脑挖上有技术条啊 我只能像是一个乌头苍蝇一样 不断的付出 我也是人 我也会妹的 我知道我之前一直都错了 你删了我之后我才知道 你一直都在我 你快拉倒吧 删了之后你知道了 删之前你怎么不知道呢 那我之前那不是 说白了你就像以前一样 让我给你买东西付账 难受的时候让我陪你去看病 还留来的时候让我去给你送衣服 不是我善了你才想起我啊 你只是没有时间去培养一个完美的臂胎 因为要记住你爱吃什么爱玩什么 是需要花瓶时间精力的 哪有我用的顺手啊 我现在给你一个跟我在一块的机会 只要你跟他分手我们俩就在一起 完了 你看过哪个早餐店开到网上的吗 没有 因为想吃人早来的 看了爱爱吗 我就让你看着看了爱爱 这些原本属于你的东西你不要啊 你不要 有人要 把人家人给我挪走快点了 大家回家我滚蛋 什么才是真理 我是连快 王剑你这渣男这女谁啊 咱俩已经结束了你要干什么呀 潘思瑶她是我女朋友我放尊重点 还没分手你就找新花了是吗 怪不得你那么冷过原来是你早去预模好了 行行吧我们已经分了一个多月了 那是你提的分手我没同意 不管你同不同意我们已经分手 别再来打扰我的生活了 好啊你无情你就别怪我心神手辣 你总是这样 你总用你生命来威胁我有意义吗 咱俩一吵架又是摔又是拿那玻璃茶子往你的手腕上 你不疼吗你 我每次加班到半夜 你就怀疑我跟这个喝酒跟那个要干什么去了 我还得哄着你 你还不一步的把我微信里所有女的电话全打了一遍 我还得挨个跟她们道歉去 每个女孩子都需要安全 你就把我说完 你害怕了 我是真怕你呀现在 我现在满脑袋都是你的阴影 可是你给我说过你会一直爱着我的呀 我请求你我错了行吗我错了 你算了 因为你我都害怕感情了 她帮我走出来我不能顾问 可是我还爱着你我不能没有你 你的爱会让我害怕她理解我包容你 让我从天下去来 你告诉我 那狐狸街到底哪比我好你这个渣男 他就是比你好 他就是比你好 行那你赶紧回来吧 嗯 再喊我回来了 不是咱们不都分手了吗 你还找我干什么呀 我想明白了 只有你才是最爱我的 我们复合吧 当时逼我说分手的是你 你现在在这装什么可怜的 老公干电话有什么声音啊 这位是 你能不能请你回避一下 我有点话想单独跟她说 我给你一分钟时间 有什么话赶紧在这说 我这次回来就是想和你好好谈谈 之前是我不好 对你不够上心 但你看我还给你买那最爱喝的奶茶 我不需要 当初是你亲口说的 你说你受不了 我不要让我每天都来烦你 我做到了 你还想怎么样啊 之前是我不好 但我没关心过你吗 你家边那么忙 我也没让你接过我吧 你那是和你朋友在酒吧喝酒呢 别往自己脸上贴尖了行吗 对 你还背着我偷摸和你前男友联系 真当谁傻呢 可你就没想过在飞水这段时间 我是怎么过的吗 咱们在一起的时候 你怎么不想呢 那两年你是怎么对我的 我给你发微信 你说你太忙了没看见 我约你吃饭 你说你太累了 你打着忙和累的谎子 必要和你说分手 你现在以为你回来 一切就能改变了是吗 可我已经为你做出退步了 你难道一点都不感动吗 麻烦你搞清楚 你感动的是你自己不是我 你别走 住手你们快帮我呀 男生我觉得 如果你想彻底结束这段关系的话 还用自己来解讯 要不你们还是单独聊一下 行 不是说在单独聊聊吗 你怎么还带着她呀 不好意思 她是我女朋友 我不想让她瞎想 而且我觉得咱俩没有单独聊的必要了吧 家豪你就再给我一次机会 把这次我真的改了 对不起 不可能了 她到底哪里比我好啊 你要想她都不喜欢我 感情里懂别爱更重要 她从来不靠说的 她靠做的 你说这些我都懂 可我们都在一起两年了 你跟他才在一起多久啊 你说你都懂 现在才想通是不是 太晚了 迟来的深情比草都贱 你明白吗 不是 咱俩在一起两年 除了争吵有什么好的回忆吗 人生的选择有太多 我干嘛非得选择一个不适合我 结果 其实我都明白 就是走不出来 你觉得你们今天复合几率有多大 我确定他能跟我复合 因为之前每一次分手 他都会过来哄我 那你打电话给他吧 好 喂 你怎么还没下来 我在路下等你十多分钟了 十多分钟啊 你是不是个男生啊 这点小事都要跟我计较 我再等你五分钟 你要是不下来 这辈子别想见我 喂 喂 你怎么才下来 知不知道这天气有多冷 还有事吗 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 你现在立刻马上跟我道歉 我才会同意跟你复合 你搞错了吧 是你来找我复合的 还有我到底哪是错了 凭什么每次那玩手 都要我先跟你道歉呢 男生要不你再给他个机会 我们好好聊一聊吧 你们两个在一起多久了 在一起三年多吧 那这是你们第一次分手吗 这已经是第很多次了 只要一吵架 他就跟我闹分手 然后把我所有联系方式都落黑 他得等我去哄他 我要联系不到他 他就又开始做 我觉得女生就是这样的呀 有点小脾气 男生应该包容吧 你那是小脾气吗 怎么不是了 有一次出去玩 就因为没赶上车 大街上跟我闹分手 我第一个头就走 我直上就给我甩一下 还让我滚 但是大街上那么多人都看着我 你知道我有多尴尬吗 那本来就定好出去玩 怎么就赶不上车了 你一个男生 一点时间关键都没有吗 早上十点的车 我六点就骑了 你又起床器不愿意起来 等你起来以后 又要化妆开始选衣服 最后没赶上车还骂我 那你就没有其他办法吗 你看别人男朋友都有车 都能自驾游 你要是有车 咱俩也不至于迟到吧 这怎么又扯到 有没有车的事了 那本来我都要买车了 你跟我说你爸做点小生意 把我钱全寄走了 到现在还没还我呢 还怪我没想买车 你是我男朋友 借点小钱寄这么久 你到底爱不爱我呀 这是两码事吧 再说了 我攒十万块钱容易吗 到现在我都不知道那钱干嘛用了 我打水飘 我也能听个想什么 这钱我肯定还你行吗 亏了我没跟你结婚 十万块钱 这么激情 我也亏了没跟你结婚 两位先冷静一下 我们后面的地方好好聊一聊吧 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 现在立刻马上跟我和好 和好之后呢 我接着让你骂 接着让你作吗 不是这有什么不能忍的呀 别的男生都能忍 怎么就你不能 又是别的男生 你看看别的哪个女朋友 都像你这么无力取闹的 和你在一起我真的太压抑了 我把最好的给你 你把最坏的情绪都留给我了 我真的累了 我们分手吧 您好 你是阿兴吗 不是 你认错人了 你还没实现我们的约定 当作跑走吗 你好意思跟我提约定吗 我们聊一聊可以吗 我送你一桶 你就这么扔了 我们去聊一下 就一下可以吗 那你们谁先提他 他先提 那还不是因为你不相信我 我才跟你提到分手 我不是跟你解释过了吗 你不是也相信了吗 对呀 我倒是自信了 你还求我不要跟你分手 那男生以前那么爱他 为什么现在说病就变了呀 你问他跟我哥们还不联系吗 什么呀 什么什么呀 你跟我兄弟是不一直保持暧昧 不是看他属于吃饭你就看电影 还跟他做我的不好 还跟他一起旅游 还说自己单身 你怎么想的 我当时确实是单身 我是不是想通话他 还了解你呀 你怎么找我说是谁 啊 龙姐姐我发生什么了 那段时间我整晚整晚 等他回复我笑 他呢 他跟我兄弟聊得非常开心 现在碰壁了 只要回来找我 你把我当成什么了 你闺蜜告诉我的 人家都看不下去了 你怎么好意思做出这种事情啊 对不起 我发生我以后再也不能想有联系吗 你还谅我好吗 你个骗子 你不是会永远不会离开我吗 你老师骗你了 我骗你我没有爱好 我骗你我没有喜欢吃的 我骗你我不累 你呢 你骗我你爱我呀 你别说谎 就一点喜欢 说不上恨别 兄弟就这样你快飞跟他脸上 还有姑娘你也是 你到底是想要挽回 还是舍不得人对你好吗 你到底是不是过来帮我的啊 我自己可以处理好 你能处理好啊 你这是被你冷暴力了才来找我 你这是碰壁了 再聊一聊好不好 我保证聊了之后 我刚也不知道你 我告诉你啊 你要是刚分手 就来找我 我能跟你立刻和好 但是现在啊 再也不迟啊 我等会你 太晚了 我就是说 就切我们的 我就是想要 我不用了 这个车就 这就让我 precisa 不要 我不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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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是想知道我当初离开你的原因吗 我跟你说 对不对 我这个好像不太对 你买跟买长你都买错 能干你什么呀 我跟朋友好不容易聚一下 大家都这么开心 就你扫我的心 那我多于你行了吧 你现在怎么对他这样啊 记得你以前的他挺好的 凭什么坏脾气 总是留给最爱自己的人呢 我妈让你回家吃饭 你不是答应了吗 为什么说好的又不来了呢 今天突然有事情 那你提前打电话跟我说一下也好啊 我一是忙忘了嘛 哎呦忙忘了 主要是长辈都等着你 我觉得作为小辈 我们这样挺没礼貌 没那么严重吧 不是也在吗 我以为他只是不注重细节 可没想到他也会用心的去对待别人 我说拿什么礼物好呀 你客户生日 送别人 我觉得新一道的事情吧 不可惜 或者我给他举办个派对 准备个惊喜什么了 你觉得呢 我觉得都可以 我问你是想让你给我建议 你的回答让我觉得你是在敷衍我 看到他绞尽脑汁的为别人筹划生日 我显得是那么的不重要 你什么意思啊 一身不肯就走 那我就不明白了啊 为什么你对待其他人永远都是笑脸相迎 对待我呢 永远都是坚酸客虎 你不明白我才是最爱你的那个 我才是最亲密的那个人 我才是最亲密的那个人 万一是不是表现得越坚强 就越活该被忽视 我今天做那个方案又没过 我整整做了两天一夜 就你的水平 哎 能过去就毁了 你就鼓励我 你还这么损我 我说的不对 但我等你伸直我头发都冷 是你 好 接个电话 月姐 今天那个方案我发给你看了吗 我看了呀 但是我觉得还是有一点点没有完善好 你教我那么久我还是没学会 没关系的 我刚刚来关系你什么都不会啊 相信你自己啊 你一定可以啊 时刻我才发现我是多么的可笑至极 所以你现在是干嘛 指责我对待别人不如你是吗 因为我爱你 所以我活该被指责 就因为我包容你 所以我要承受你 所有来自外界的坏脾气 那这样的话我可以不爱了好吧 我的热情 就是一次又一次这样被你消耗殆尽的 现在我终于明白了一个道理 什么道理啊 真正能伤害你的人 往往就是你最爱的人 没有一个人会无止境容忍你的坏脾气 一次又一次的踏破底线 只会让爱人离你越来越远 记得关注再走